好的同学 那么刚刚老师已经把这样的这个抛物线 跟这个直线固定直线 还有这些固定点 我都做出来长这个样子 可是同学觉得说 如果要让它动那怎么做到呢 好那老师是这样子的啦 老师在这个工具列新点的地方点一下 在抛物线上点一下 好那这个点呢 它叫B 不过我觉得我还是习惯把它叫做P 因为我们通常都说 这个动点P动点P嘛 好 然后我要做什么事情 因为我要验证啊 就是这个PF的距离 等于PL的距离嘛 所以呢 我就在第三个工具列的线段过两点点一下 所以我把P跟F连起来了 那这样子这边就有一个一条线了嘛 对不对 这条线还把它叫做B对不对 那我为了比较 让它比较显眼 好了我按右键属性 把它的颜色改成红色的样式 稍微给它宽一点 4好了 好OK 那这样是不是比较显眼 可是我还要做这个啊 对不对 P到L的距离 那P到L距离如何去做呢 那我可能就要透过什么垂直线嘛 那垂直线第一个 我啊就是先点P 再点L 对不对 那P到L的垂线 所以我要的其实是这个点 对不对 所以我还在焦点嘛 对不对 我就在第二个工具列的焦点点一下 然后呢 在L线跟这个刚刚的垂直线点一下 那这个就有一个焦点 对不对 那当然啊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藏一些东西啊 把这个 这个叫做垂直线叫D嘛 好把这个蓝色的点 点一下 它变白色 就把它藏起来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又来了 就是连 线段过两点 在这个工具列 所以P 有没有 对这个B 点一下 这样子就保证它怎么样 它是P到L的距离 因为它这一定垂直嘛 对不对 那好 我也把一些东西给它藏一藏 你可以把B藏起来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这个线段呢 我也是按右键属性 把它改成红色 好 样式我们也是照刚刚把它改成式 OK 好 那你看 这样是不是有感觉了 对不对 好 这边PF距离等于PL距离 然后我们现在偷偷做一件事 把这个原来的曲线有没有 把它怎么样 好 藏起来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P点呢 按右键 显示移动轨迹 然后我们等一下开始动画 就看 诶 仿佛画出了一个炮弦 所以有时候它其实都是一个错觉 因为其实我们早就画好了 那我们只是把它藏起来 那这个P值在线上跑 不过会让人家以为 诶 我们好像是在画这样的炮弦 好 你看哦 对不对 到无限远又回来 对不对 你看 这样感觉是不是 那当然呢 同学你也可以按右键 去控制这个动画的快跟慢 那这样子 你看 那我只要一滚轮 诶 它又从开始画了 那这样是蛮好玩的 对啊 这就算是这样子 那是怎么办 那是什么事 就算是这样子